北冥有声 他来到雕塑前 准备询问雕塑问题 手持碎炉锤 乘哥走到雕塑面前 他看着雕像的眼睛 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你能验证 我接下来每一句话的真伪 对不对 停在雕塑前面 等了有半分钟 雕塑仍旧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没有流泪 乘哥回头看下 马影和刘贤贤 两个女孩发现乘哥转身 都被吓得一击灵 不可能啊 我们刚才都试过了 这雕塑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们身处地下 周围一片漆黑 仅有的光亮来自于手机 马影想要看清楚 雕塑那边的情况 单手举着手机 可就在亮光照到雕塑的时候 他好像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又将手机光亮压了下去 我懂你们的规矩 我没有看见你的脸 也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我什么都没看见 也不会把这里的一切 说出去的 血线凝固在那血腥 真凝的凶器上 马影恨不得把手机给丢了 神为刀卒 我为鱼肉 他很担心自己因为知道的太多 被乘哥灭口 在凌晨两点多的地下运势通道里 先是撞鬼 接着被一群像鱼一样弹动的怪物追赶 最后遇到了这个可怕的男人 一连串的致命打击 把马影和刘贤献彻底吓蒙了 他们脑子里一片空白 现在只想要快点回到地面上去 诚哥换位思考了一下 泡灭口 你们的担心不道理 听到他这话 两个女孩差点哭出来 行了 我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 诚哥又重新站在雕塑前面 他拥有阴铜 能够清楚地看见 雕塑眼角残留的血痕 是我刚才问的问题 太难了吗 在他研究雕像的时候 躲在马影身后的刘贤献 倒是慢慢冷静了下来 他听着诚哥的声音 隐约觉得有点耳熟 和自己记忆中的一个人很像 不可能的呀 他怎么会凌晨两点 出现在地下云尸通道里 应该是认错了吧 诚哥没有去管那两个女孩 拿着碎鲁锤绕着雕像走了一圈 好像有股臭味 从雕塑里传出 真想打开看看 这次 我换个简单一点的问题试试 希望你能想清楚再回答 诚哥打开了复读器开关 扬起了手中的碎炉锤 你信不信 我能在一分钟之内 将你砸个粉碎 如果你不信 那我现在就试一试 沙沙的电流声 在诚哥背包中响起 只过去了几秒钟 两行血泪就从雕像眼中流出 看来传说是真的 听见他的笑声 身后那两个女孩都打了个冷颤 他们望着黑暗中 被诚哥逼在墙角的雕像 没来由地产生了一丝同情 笔仙可以预知未来 但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准确率 这雕塑能够判断一句话的真假 如果把他和笔仙的能力结合起来 那我岂不是能得到 百分百准确的信息了 诚哥这时已经开始 打起了这雕塑的主意 这样背出去肯定不小 让那两个姑娘帮忙抬 也够强 暂时先放在这里吧 血泪挂在脸上 雕塑看着有些可怜 直到诚哥将复读机关掉后 他才停止流泪 今晚也不算没有收获啊 诚哥转身朝两个女孩 喊了一嗓子 你们学校 关于雕塑的怪坛里 有没有限制提问次数 马颖和刘贤贤 以为诚哥准备离开了 谁知道他会问这么个问题 提问次数 啊 这个好像没有吧 没有次数限制啊 诚哥来了精神 雕塑一直待在地下 肯定对这地方很了解 他收起碎如锤 似乎是良心发泄 很温柔地把雕塑 脸上的泪痕擦去 好了 现在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之前藏在这房间里的怪物 来自于地下石库 对不对 几秒之后 雕塑眼角流出了血红色的眼泪 很好 第三个问题 地下石库里 有比我还要可怕的人 或者其他怪物 对不对 血泪没有停止 那场景让两个女孩都捂住了眼睛 惨不忍睹 第四个问题 有人在暗中帮助地下石库的那些怪物 对不对 雕塑的眼泪似乎已经流尽 强烈地求生欲 让他一点点往外挤出泪花 看来我之前猜测得不错 这个地下石库不简单 陈哥也清楚雕塑快要不行了 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想清楚再回答 最后这个问题很关键 怪谈协会的会长 是市分局的岩队 对不对 似乎怪谈协会四个字 对雕塑有特殊的含义 听到这四个字后 他身上的臭味瞬间消失不见 就好像雕塑上的灵消散了一样 不能说 难道这雕塑 是怪谈协会摆在这里呢 地下石库也和怪谈协会有关 陈哥凑到近处 他手指滑过雕塑的眼眶 那里残留着最后一滴快要流出的血泪 看来岩队和怪谈协会真的没有关系 辛苦了 不过我也要给你提个醒 怪谈协会的成员 人性敏灭 你跟着他们很危险 还不如弃暗投明 以后让我来保护你 雕塑毫无反应 陈哥也没有强求 他试着将雕塑放倒在地 从底座往里看去 雕像是中空的 笔心能够预知 是因为上面寄屈着一个厉鬼 这雕像出现异常 应该也和鬼怪有关 陈哥又将手伸进雕像内部 空间很大 我原本以为雕像里 会藏着一具尸体的 不对 这雕像能被鬼怪寄居 肯定有问题 里面虽然没有尸体 但是这不代表 他以前没有装过尸体 他在自言自语 根本没有考虑在场 其他人的感受 旁边的马尹和刘贤贤 现在心里慌得不行 他们感觉眼前这个人 正在挑选藏尸的地方 陈哥站起身 将雕像扶起 今晚收获已经很大了 先离开吧 雕塑说 地下石库里 有比我还恐怖的人 那凭我现在的实力 应该还不足以 去完成那个三星试炼任务 九江法医学院的 三星试炼任务 是在地下 出现了意外 跑得不好跑 所以陈哥必须要慎重 雕像先生扔在这里 以后找个机会 和校方接触一下 反正想要完成 地下石库任务 九江法医学院 是绕不开的一环 地下车库任务 是四星恐怖场景 通灵锦校的 最后一个支线任务 陈哥也不敢大意 三星恐怖场景 已经如此吓人了 四星恐怖场景 简直无法想象 更不要说 后面可能存在的 五星恐怖场景 黑色手机 对恐怖场景的尖叫 指数划分 有一套专门的体系 只不过 陈哥暂时还没有 摸清楚 评判的标准 脑中想着其他事情 他抓着碎炉锤 走到两个女孩身边 黑暗之中 如果不是拥有阴桶 他也看不清楚 那两个女孩的长相 陈哥就好像 变了一个人一样 语气缓和下来 走了 我送你们出去 以后你们两个啊 可不要到处乱跑了 这地方多危险呢 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 恐怕你们 现在已经遭遇苦涩 两个女孩表情苦涩 眼前这个男人 把学校怪坛里的塑像 都给问死了 他居然还说 这地方危险 陈哥单手提示 碎炉锤说道 你们不要害怕 我刚才之所以 表现得很凶 只是因为 这里太诡异 如果害怕退缩的话 就会被那些怪物盯上 其实我生活中 是一个态度温和 比较斯文的人 温文而已啊 对 就是那种感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